歡迎收聽這麼晚的台灣星期二頻道的台灣新聞 我是阿Yoke 今天是12月18日 跟進昨天17日的一些公投消息 昨天大家如火如荼隔一條街兩邊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陣營隔一條街做世晚會 即是在中正地驗堂和海達格蘭帝 即是一條街的距離 即是兩邊的陣營叫囂一邊支持一邊反對 今天結果出來了 由國民黨提出的四大公投議案全部否決 全部都收皮了 包括那四個議案是有反來豬 從啟核四公投綁大選和三折千里 四個公投已經收皮了 現在這個時候的輿論就是 國民黨開始屌票 還要屌自己人 為甚麼呢 因為在國民黨裏面有條人 就不服從黨裏面的一些支持的言論 國民黨籍的侯友宜 即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除了反來豬一案是支持之外 其他都沒有明確表態 甚至乎較早之前 他亦都是反對核四的這個議案 甚至乎昨天的造勢大會 他都沒有在現場出現 走到國民黨籍的人很不滿 很憤怒豬 國民黨籍的趙兆康 今天由於公投大選全株的關係 他在TVBS的政論節目 少康的一個政論節目 他今天已經避開 不說公投結果 轉去說王力雲 今天到處都說王力雲 燒到含含聲 所以今天的新聞 除了王力雲和公投之外 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新聞 不過我又找到幾宗有趣的新聞 在花蓮有個阿嬸經常偷東西 有一天被阿sir拘捕了 阿sir拘捕了他時 誰知阿sir拘捕了一口 被人拘捕到警官 當然拘捕了阿sir 為了偷東西 誰知檢察方 即是所謂的法官 保釋給你回家 令到有自由身 保釋給你回家 誰知阿sir又出來偷東西 即是偷了幾天 連續幾天偷 還要吃霸王餐 搭霸王車 阿sir又出來拘捕人 又是你阿嬸 希望今次阿sir聰明 希望檢察官可以把他困在監倉上 最後獲得法院的批准 怎知放苦歸山 這些叫放苦歸山 四字是放苦歸山 咬傷人 除了王力雲、公投 阿嬸咬傷阿sir 做了一宗很有趣的 台灣到處都是賺錢的 好持機 不過不懂得收拾 在高雄有個阿嬸去圖書館借書 怎知是賤親 做了11個月的物理治療 這個阿嬸被當時打掃增 清潔阿嬸要求阿嬸 這個清潔工賠他15萬 怎知一審判他賠9萬元 因為這個清潔阿嬸沒有 將那個小森地畫的黃色A字型的牌 放在 保持讓地 沒有放在一個位置 也沒有令到地板乾 沒有弄乾地下 所以這個法官就要賠錢了 就是因為這個小小的動作沒有做到 9至70歲的清潔阿嬸 惹上官司 不過台灣很有趣的 這些案件仍然可以上訴 說說疫情 台灣疫情又來了 那些阿嬸又繼續打掃台灣 不過亦都被防疫的把關員把守住 那桃園 即是爆發了這個防疫旅館的群聚 那16號的時候 這間酒店就把房客清空了 有15號入住的這些旅客房客的投訴 他們其中一名確診者都住在8樓 明明飯店就在15號那天已經在清潔人 誰知還讓他進去住 後來還要連同那個人 移到他新的防疫旅館一起住 大家一起在一起去住 雖然那輛遊覽車上有保持距離 但是下車之後又在大清合在一起 所以現在那群沒有感染肺炎的朋友 大家都心慌慌 現在是聖誕節了 祝大家聖誕快樂 頭髮又漂白了 明天又要頭白漂 拍白漂 說我現在染這個頭髮白色的原因 台灣現在防疫狀況 我剛才去到101的範圍 就像香港這些旺區IFC的範圍 已經回復兩年前人山人海 糞糊貼糞的場面 大家都對疫情鬆懈緊 不過都戴著口罩 最近台灣有一宗本土個案 不過那個本土個案是很有趣的 就是被實驗室的包含病毒的老鼠咬傷 也算是本土個案 不過大家記得天旗洗手洗手 感冒味好起來 所以現在台灣開始回復當年的繁華 記住了 現在星期二頻道是有一些翻版的頻道 如果各位有任何消息 記得inboard星期二頻道的facebook給我看看 還有記得給like給share給comment 或者開著來roof看我們的影片 或者加入我們patreon支持我們 今集18號的星期二台灣新聞 就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大家 Bye Bye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